好 我們一同來為今天的信息禱告 愛的父神 我們感謝贊美祢 主啊 我們感謝如祢招聚 我們眾弟兄姊妹同心合一來敬拜祢 主啊 祢是佩得一切敬拜和讚美的 願祢的子民以自己的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來榮耀祢 主啊 保守我們衷心的福士 因為主 祢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為我們而死 我們也應當為祂而活 主啊 願主祢保守孩子接下來的信息 保守我們眾弟兄姊妹在真道上是合一的 祝我們可以同心合一的興旺福音 祝我們在天上的父得到榮耀 與我們同在 我們的感謝和禱告都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我們的祝福和祝福都在祂的名字上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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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還是按照晚常的習慣 我們先來讀今天的經文 是菲利比書的第二章25-30 節 我們先用中文來讀,然後再用英文一起讀。 好,我們一起來。 然而,我想必須打發以發無敵到你們那裡去。 他是我的弟兄弟,與我一同做工,一同當兵,是你們所拆遣的,也是供給我虛用的。 他很想念你們眾人,並且極其難過,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 他實在是病了,幾乎要死,然而神憐憫他,不但憐憫他,也連續我,免得我優善佳優。 所以我越發急速打發他去,叫你們再見他,就可以喜樂,我也可以少些憂愁。 故此你們要在主裡歡歡樂樂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 因他為做基督的功夫欺負致死,不顧性命,要補足你們供給我的不及之處。 好,我們再用英文來讀。 我們再用英文來讀。 但我認為它是必須要請你,阿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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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位 marched住身阿卓,阿卓攻負� attempted給你的人生看看! he longed after you all and was so troubled because you had heard that he was sick for indeed he was sick nigh unto death but god had mercy on me and not on him only but on me also that i might not have sorrow upon sorrow i have sent him therefore the more diligently that when you see him again he may rejoice and that i may be the less sorrowful receive him therefore in the lord with all joy and hold such in honor because for the work of christ he came nigh unto death hastling his life to supply that which was lacking in your service toward me 今天是菲利比书系列讲道的第20讲题目是为基督不顾性命的同工 今天我们将在菲利比书的20节节目讲道的第20节节目 就是以巴福提 以巴福提对于保罗来说是个小角色 整本圣经中他就在菲利比书中出现过两次 如果是主题是讲道的话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到他 但是试经事的好处就在于这里 我们一本书查下来提到他了我们就必须要说他 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因为我们个人的偏好而忽略掉神要我们注意到的细节 当我们说一个人是小人物的时候中文用一个词叫名不见经状 意思是一个人渺小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的书籍提到他 但是这个原则在以巴福提这里不成立 他的名字记载在最重要的书圣经上面被历代的圣徒所诵读 这是何等的荣耀 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用整整的一章来问啊 他一个一个的去称呼他的同工弟兄姐妹的名字 他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所服侍的神认识他们每一个人 纪念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主耶稣拆派了七十个门徒出去传福音 他们很高兴地回来报告说连鬼都服了我们 但是主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今天我们是没有机会能够像以巴福提一样 能把我们的名字写在圣经上面 但我们的名字是记载在主耶稣的生命册上 这个是值得我们大大的喜乐 而且主耶稣的旧人历史还正在进行中 我们能够为主所用在其中有份 这个就是莫大的荣耀 保罗他所经历的对于常人来说 我们连想象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好像离我们太远了 而以巴福提一当我们想到他的时候 我们不会用伟大来形容他 相比之下他更接近于我们这些普通人 他或许呢更有参考意义一点 我们可以效法他的忠心和勇敢 以巴福提这个名字的意思呢 就是阿弗洛迪所喜悦了 阿弗洛迪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和幸运女神 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这个维纳斯 可见呢这个以巴福提呢 他应该是菲利比的当地人 他出生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里面 他的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呢 就是把他奉献给这个假神阿弗洛迪的意思 但有趣的是他信主之后呢 他没有把名字改掉 教会里面呢 大家也没有要求他把名字改掉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个长老名叫罗汉 你感觉怎么样 事实上呢 我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 他的名字叫做飞龙 他现在呢 在一个教会做长老 所以我想呢 大家不要迷信 也不要听到龙就害怕 圣经中很多圣徒的名字呢 都是明显的 外邦人的名字 甚至是有异教的色彩 比如这本书中的这个有阿爹的意思就是成功 兴旺的旅程 兴族的意思是幸运 这些明显异教徒名字的人 他们被转变为圣徒 这个正是福音的光照亮在悖逆光区的世代的最好见证 25节上半节 然而我想必须打发尾巴伏提到你们那里去 在原文中的必须被放在最前面表示强调 保罗他希望拆开提摩泰 同时呢 他又觉得自己也能亲自到 但是呢 这些都还需要等待 需要看他这边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 而他觉得呢 就是现在 就有立刻拆派尾巴伏提的需要 所以尾巴伏提呢 他应该是菲利比书的这个送信人 保罗说他拆派尾巴伏提呢 可见尾巴伏提不是送了东西过去给他而已 而是他长期跟保罗同在支援他的事工 保罗说他拆派尾巴伏提的 二十五节的下半节 保罗说 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 一同当兵 是你们所拆检的 也是供给我需用的 这个是保罗给以巴伏提的五重身份介绍 前三重是以巴伏提和保罗的关系 后两重是以巴伏提和菲利比教会的关系 保罗在写这个第二章的时候 他始终带着一个合一的观念 因为他写这封信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解决菲利比教会的内部分争的问题 首先他讲到主耶稣的榜样 是强调基督徒和基督之间的合一性 然后他讲到的拆派提摩太的想法 是强调提摩太的事工和他的事工的合一性 现在保罗提到以巴伏提是强调菲利比教会和保罗的事工的合一性 保罗说以巴伏提是他的兄弟同工战友 这个是渐进的从三个层面描述同一件事情 这个三个身份它背后都会有一个共同点 比如说兄弟不是一个大妈生的 怎么能够称为兄弟 可能有相同的追求或者志趣相投的人 他可以结为兄弟 小时候看《三国演义》很羡慕刘备光与张飞那样的兄弟感情 还有水浮里面的江湖上的兄弟情 长大后我发现水浒里的山光是非常的歪的 他们的是非标准就是兄弟 只要是拜把兄弟干的坏事就不算坏事 世人的爱里面是没有公义的 但是神却不是这样 神的爱和公义是分不开的 基督徒之所以能称为弟兄姐妹 是因为我们同盟一位圣父的拣选 同盟一位圣子的救赎 同盟一位圣灵所重生 约翰一书五章一节老约翰说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 凡爱生祂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 当我们说我们是主内弟兄姐妹的时候 这个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这意味着呢我们是连于基督 我们在祂的永生里面是有份的 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老约翰说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 而同工则比弟兄的关系要更近一程 天下的基督徒有千千万万 那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有缘一起同工的是共父一恶 保罗在四章第三节称呼他的 这个菲利比同工们为同父一恶的 古代人他离地他用牛 但是如果这个地太硬需要加大拉力的话 他就用两头牛 那么梨是竖的就需要一条横杆 把两头牛给他连起来 这样呢他们就可以一起用力 那这两头牛呢就是同父一恶的 所以同父一恶的同工呢 是做一样的工作 有一样的目的和方向 受一样的劳苦 而占有呢 所以同工则比同工呢是更近一程 我没有当过兵 但是我看见当过兵的人之间的这个战友的情谊 那个是非常的深厚 远远超过同学或者同事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仅有相同的奋斗目标 他们还有相同的敌人 他们经历相同的增长和患难 他们在增长和危险当中 他们可以信任他们并肩作战的战友 这个三点呢分别对应了 你是谁 你做什么和你为什么而战 这个三点上都跟你高度吻合的 毫无疑问是非常亲密的弟兄姐妹 保罗和以巴伏提就是这样的过命的交情 我们今天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是一同劳作的亲密同工 愿主保守我们的在增长 领导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是能够站立得住 并肩作战的基督精兵 而不是一有压力就内讧的 这个务合之众 除了是保罗的同工以外 以巴伏提的另外一个身份 是菲利比教会所拆派的代表 这里所拆派的原文是 Apostolos 这个和使徒是同一个词 英文ASV版本的翻译为信使 导致不准确 因为使者的行义 它不止于信使而已 以巴伏提的任务 不只是给保罗带个话而已 使者是全权代理那一位 拆派他的 而且他也忠实于执行 派给他的任务 正如使徒 他们是奉耶稣基督所拆遣的 他们就是全权代表耶稣基督 他们做主耶稣的事工 就是传扬真道建立教会 那么以巴伏提就是蒙菲利比教会 所拆遣全权代表菲利比教会 忠实的来支持保罗的事工 他不仅带来了菲利比教会的奉献 而且是全身心的投入到服事保罗中 供给我需要的原文那个名词 是指希腊异教的这个祭司 专门负责一些特别的宗教事物 隐身看的就是只有特定的执事的人 所以以巴伏提就像是一支箭 由菲利比教会发出 他的目的就是要服事保罗的需要 通过以巴伏提菲利比教会显明 他们和保罗在事工上是合一的 说来很有趣啊 以巴伏提他本来不是被奉献去服事 给服事假神阿弗洛迪的吗 但现在他却为了福音的缘故服事了保罗 now he served the power for the sake of the gospel 克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九节 保罗说 岂都是使徒吗 岂都是先知的吗 岂都是教师吗 岂都是行义能的吗 1 Corinthians 12 29 Are all apostles Are all prophets Are all teachers Do all work miracles 保罗为什么不说 岂都是做饭的 岂都是修法子的 因为这些没人抢啊 大家都想要抢着做大事 没有人抢着去做小事 但是神的眼光却不是如此 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 主耶稣的比喻中 主人将银子分给他的仆人 分别是五千二千和一千 最后拿到五千和拿到二千的都做生意 所以将主人托付的钱财翻了倍 他们都得到主人一样的夸奖和一样的奖励 马太福音25章21节这位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而那个领到一千银子的 他把银子买起来 一分都没有赚到 他就被他的主人责备为 又饿又懒的仆人 并且被赶到外面的黑暗去 可见了主人所看重的 并不是才能的多还是少 也不是世宫的大或者小 主人所看重的是 有没有忠心 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四章第二节说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我们的信实和顺服都是很小的 但是一点点的忠心也一样蒙神纪念 因此不要轻看为基督做的小事 马赛福音十字章的四十二节说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凉水 给这小汁里的一个喝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有一次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为Jéssica祷告 我等到说主啊 她每周都给弟兄姐妹做吃的 不吃劳苦 愿主照你自己的信实赐福给她 许多属灵的伟人也是从很小的事情做开始 比如约书亚当元帅以前 他是摩西的小跟班给摩西端茶倒水的 以利沙当大先知以前是给以利亚端茶倒水的 大卫当君王以前 他当过小小的牧羊人 因为神最清楚 在小事上有忠心的人 才能够把更大的事情交托给他 26节这里说 他很想念你们众人 并且极其难过 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 这里的想念是进行事 说明他对菲利比弟兄姐妹们的思念是持续的 而不是偶尔想到一次 极其难过那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想家 看起来好像前后很吻合 其实不然 这个词在新约中还用过两次 都是福音书中用来形容 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那个痛苦 所以这里不会是想家而已 而是指以巴夫迪生病了 并且有巨大的压力 27节他实在是病了 几乎要死 然而神连续他 不但连续他 也连续我 免得我忧上加忧 从中文我们看不出时代 我们还以为以巴夫迪是现代病了 其实不是 他这个病是过去 过去生病 保罗提到神的怜悯的时候 暗示的以巴夫迪应该是已经得到医治 他说免得我忧上加忧 希腊文就是这样写的 忧愁这个词连着出现了两次 有趣的是这个词呢 同样在科西玛尼园中出现 就是彼得 他们三个看到主耶稣的痛苦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的忧愁 甚至忧愁的都睡着了 约翰福音6章的20到22节 我可以这样读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痛哭哀嚎 世人倒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 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富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 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 因为欢喜事上生了一个人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 但我要再见你们 你们的心就喜乐了 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John chapter 16 verses 20 through 22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you will weep and lament but the world will rejoice you will be sorrowful but your sorrow will turn into joy when a woman is giving birth she has sorrow because her hour has come but when she has delivered the baby she no longer remembers the anguish for joy that a human being has been born into the world so also you have sorrow now but I will see you again 门徒为何会忧愁 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绝望的处境 就是主耶稣会被杀 而且离开他们 但是主耶稣说我要再见你们 这里就是指着他的复活 他的复活将完全翻转他们的忧愁 使他变为喜乐 主耶稣呢 他将基督徒在世上的忧愁 比喻成富人生产的痛苦 古代没有无痛分娩技术 女人生孩子呢 是要经历极大的痛苦的 但是她生完就不痛苦了 反而会完全地沉浸在喜乐当中 因为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所以一个女人在忍受生产的痛苦的时候 她不是纯粹的痛苦 她是有盼望的 这个正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苦难中的最大的区别 非基督徒是没有盼望的 苦难就是苦难 苦到了极点死了还是苦难 而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 基督徒在世界上 无论是苦难还是忧愁 都是暂时的 因为知道前面有个荣耀的盼望 这个复活的盼望 能够将我们的一切的苦难 都完全翻转为大大的喜乐 保罗似乎是在用以巴伏提的几乎病死到康复 来类比主耶稣的死里复活 主的复活挪去了门徒们的忧愁 以巴伏提从接近于死的病中康复 也挪去了保罗的忧愁 28节 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 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 我也可以少些忧愁 28节 保罗迫切地要拆派以巴伏提去 因为他的心中有一个目的 可惜这个地方中英文都没有把保罗的目的准确地翻译出来 这里原文的这个在是在喜乐前面 而不是在见前面 所以确切的翻译应该是 叫你们见到他就可以再次喜乐 这个暗示的菲利比教会呢 现在可能是有点缺少喜乐 这个和他们受到的外在的逼迫 内在的纷争还有假教师的搅扰是有关系的 因此保罗迫切地需要派一个有分量有影响力的人过去 这个人要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而且能够让他们重新喜乐起来 保罗看来看去呢 这个以巴伏提都是比提摩太更合适的人选 他作为菲利比教会所拆派的宣教士 他在菲利比教会里的位分有可能等同于长老 他是跟保罗并肩作战的 相比于在罗马菲利比教会所受的那个逼迫 那个就是小意思 而同时他是一个德高万众的人 如果那些纷争的人如果都听他的话 那这个纷争就立刻就停止了 而且他神迹般的康复既能挪去保罗的忧愁 也能够激励菲利比人重新喜乐起来 保罗说我也可以少一些忧愁 那这里的问题是保罗他到底忧愁什么 他是忧愁以巴伏提呢 还是忧愁菲利比教会 从字面看呢 好像是说是以巴伏提走了他少些忧愁 但从语法上看保罗的少些忧愁 和菲利比人的重新喜乐是并列的 都是以巴伏提和菲利比人重逢的结果 因此呢我更倾向于认为是保罗是对菲利比教会少一些忧愁 这个才能够解释他拆派以巴伏提的迫切 他是为了菲利比教会的益处 而不是把以巴伏提当作烫手山药给他剃走 这个呢就是保罗的伟大 他在自己极大的难处当中 他也依然需要以巴伏提的支持 但他想到的却是教会的需要 这个正是基督的样式 二十九节保罗说 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 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 这里二十七节提到了神 二十九节提到了主 我们就看到呢 保罗和菲利比人 他们所合一的这个事工 是神参与在其中的 保罗说故此就是要他们明白啊 保罗迫切地拆派以巴伏提的目的 并且领受保罗的美意 什么叫做在主里接待他呢 首先呢主接纳他你就接纳他 罗马书15章第七节说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于神 反过来呢如果主不接纳他 那你当然不能接纳他 很多糊涂的基督徒经常维护假教师 好像他们的爱心比主耶稣还大 经常说呢对假教师问安都不可 免得在他们的罪上有份 更不用说接纳他了 紧接着在第三章 保罗马上就要提醒菲利比人要小心 提防那些假教师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人该接纳哪些人不该接纳 因此呢基督徒必须要学会分辨真假教师 因此呢基督徒必须要学会分辨真假教师 其次呢你接纳他呢要合乎圣徒的规格 罗马书十六章第二节 保罗请罗马教会接纳菲比姐妹的时候说 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 这就像在外交上你接待一个国家的大使的时候 你要按照他的规格来接待他 以巴福提这样的圣徒 他所当受的规格就是尊重他 欢欢喜喜地接纳他 上诗节的上半节说 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 几乎致死这个是一个完成时的陈述句 说明这个事情发生过 而不顾性命是现代分子 表示呢这个是经常发生的持续的状态 这个词的希腊原文呢叫parabolos 这个是一个赌博用语 意思是冒险的不顾一切的 用我们今天赌博的术语来说就是说哈了 用日剧中经常出现的话来说为某某事情赌上性命 赌徒呢他有的时候能赢啊 但他输的时候呢会一把全部输光 赌徒呢他有的时候能赢啊 但他输的时候呢会一把全部输光 后来呢这个词呢在第三世纪的时候延伸出来一个专有名称叫parabolani 这个被用来称那些在瘟疫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去照顾病人的基督徒 他们就是在赌命 以巴弗提就是这样一个为了福音赌上性命的人 他在效法他的主因为基督就是这样为我们赌上生命的 有趣的画面呢再次出现了 古希腊的赌徒他们在赌钱的时候啊 他们在丢骰子以前他们口里的念念有词啊 叫着这个阿弗洛迪的名字啊 盼望这个幸运女神眷顾他们 而现在呢一个名叫阿弗洛迪所爱的人 他为了耶稣基督赌上了性命 这个正是福音的大能的彰显 这个正是福音的大能的彰显 三十节下半节说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我不晓得你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保罗好像有点皮厚 我们亚洲人面对别人的热情广态的时候 常常会说哎呀不用不用谢谢啊 但保罗呢他好像很坦然的接受别人的服事 一点都没有我们东方人的这种客套 保罗还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提到缺陷 科罗西书的一章二十四节 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道绝欢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In the book of Colossians 1 24 Now I rejoice in my sufferings for your sick And in my flesh I'm filling up what is lacking in Christ's afflictions 这一节呢听起来好像也有点大言不长好像在说大话 这两节呢听起来好像也有点大言不长好像在说大话 理解这两节的关键就是保罗在展现他的教会观 我们若是没有和他一样的教会观就不会理解他的话 保罗从他自己信主的经历呢 他就明白了基督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是在基督的身上是互为肢体的 因此呢逼迫教会就是逼迫基督 而基督作为头所受的苦 教会作为身体也要受 保罗说在他的身上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这个不是大话 这个是教会必然有的苦难 而另外一方面基督徒是互为肢体的 就必然彼此互助 就算人体中最灵活的右手啊 他如果被蚊子叮了 他是没有办法自己挠自己的 他需要用比他笨拙的多的左手来帮助他挠一挠 保罗作为一个在人看来很刚强的基督徒 他并没有认为自己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需要别的肢体的扶持和帮助 所以他很坦然地接受别的弟兄姐妹的服饰 而对于以巴弗提对他的服饰呢 他看到的是一个更大的画面 是菲利比教会通过以巴弗提跟他一同在基督的身体上配搭服饰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以巴弗提是保罗亲密的弟兄同工战友 也是菲利比教会的使者派来专门服侍保罗的 以巴弗提的神迹般的康复 除去了保罗的忧愁 第三点 保罗立刻想到菲利比教会的需要而拆派以巴弗提 保罗立刻想到菲利比教会的需要而拆派以巴弗提 第四点 保罗吩咐菲利比教会要按照以巴弗提当受的尊重来接纳他 第五点 因为以巴弗提是为了基督而赌上性命的人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 下来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主你赐下以巴弗提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 他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 就像我们一样 主啊但是他在他的事工上他是尽心竭力的 主啊帮助我们也能够效法他的忠心 效法他的勇敢 为主你的真道尽心竭力 因为主你为我们而死我们也应当为你而活 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 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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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